来到多伦多市中心 给高端留子做饭 哈喽 哈喽 突如其来的送礼环节 我先给公主送 我们的大礼包 老夫妻挑的 零食啊 早餐就是欧一样的 欧一样啊 这么大礼带我们起来 真危险啊 麻烟月色啊 大家 我刚才在楼下看 我压根没有料到他们家的V会这么好 大家请看SIM Tower 对啊 比你们高的多的楼 靠近湖边的楼的V都比不上这里 大家 这里是曼哈顿 OK 简直是开爽 他们俩把这个椅子摆放到方向 直接选择一个湖的方向 然后晚上五分钟前 楼层也不是很高 从外面看起来没有觉得很高 我感觉这个楼事业应该不咋的意思 是我们冒昧了 说说这个楼的缺点 要不然看是不是让我记死了 你这个房子还在修 他这个就好了 哦 这是新楼吗 对 新楼 那这算什么缺点呀 你铺这个是多少钱一个月 2400 我老西看在那里 你不可能在康楼间被我来记得 你们那个房东自己改的 整栋楼都有 还说这个康楼有什么缺点 没有缺点 有点挺单 哦 整个缺点 整个缺点 这个排光帅一看就不给你 对 很小 他们给我们做了芒果饭 我就问一个问题 给草莓酸吧 还没吃 我尝尝 你吃了吗 我也没吃 吃过甜的 公主说 不是有菜谱 我们就能做的 那这个展就是要做得出来 今天让我们的刘子公主 是上校门口的 家私友 安排 我又在家做一只菜 切两大块鸡胸 这个方子腌鸡柳 绝对好吃 再加一些虾 抓状 我还得去个够 再磨一些秘密调料 老度行山药 在矿泉水瓶盖上打孔 把调料灌进瓶子 公主家的油 随便用 出国后第一次用名火 我都不会用 腌好的鸡柳 倒进袋子 让少爷倒一些淀粉 反正不是我们家店子 吃饭大的 倒掉多余的淀粉 开炸 加拿大公寓 配名火灶 油炸效率高了一百倍 炸完的趁热肠 可以的 可以 好香 里面好脆啊 里面好脆啊 你们都吃上了 好吃 我这还炸着呢 那你要不要先尝尝 老父亲之意要用调料瓶 快出来吧 腰肉太小了 腰肉太小了 我就直接撒吧 早知道 是吧 老父亲自己尝尝 九死得不死 九死得不死 你也来说一句 九死得不死 老父亲和少爷 开始负责炸 我们开始负责吃 从白天吃到了晚上 公主吃上了少爷口 炸鸡了 太正宗了 一笔了 直接出台 受到了不见实际的吹口 吃完饭欣赏一下 多伦多市中心的夜景 这两百七十度 无死角的视野 住过多伦多市中心的 都知道这个视野的含金量 真不错 你今天晚上别走了 我走了啊 我走了啊